因为一时贪念 许多人都希望一夜暴富而加入快速致富的投资计划 结果陷入骗局 一名华裔前董事因为涉嫌在10年前 替一家急速致富公司非法接收存款 今天被押往地停 面对两项控状 包括在没有合法执照的情况之下 协助接收存户高达2亿3000万令吉的存款 因而抵触了银行和金融机构法令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37岁的被告Alvin Onghang 被控在2006年以及2008年 分别在吉隆坡路右路以及叶关城路的办公室 协助公司在没有合法执照的情况之下接收巨款 抵触了1989年银行和金融机构法令 被告今天早上被控两项罪名 一旦罪成 他将面对不超过10年监禁 或罚款不超过1000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地庭法官阿兹曼·阿末 允许被告以200万令吉 以及两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将会在9月19号过堂 红童